好的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的 有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做直播 來分享有關多益的高分關鍵單字 還有怎麼記憶這個單字的方法 那首先從同學的調查當中 就發現同學在準備多益測驗的時候 最大的困難就是閱讀測驗寫不完 每個都說寫不完寫不完寫不完 那首先我要先安慰一下同學 如果你去考多益閱讀測驗寫不完 那是正常的 因為多益測驗它的設計就是 不讓一般人寫完的 它是讓接近滿分的人剛好寫完 所以你先安慰一下自己 如果你寫不完是正常的 那現在呢如果想要考高分的話 就要想辦法當一個不正常的人 那怎麼當一個不正常的人呢 我想跟同學說 多益的閱讀測驗寫不完 最大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單字的問題 因為經驗上 這個多益的閱讀測驗 其實大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考單字 只有少部分是考閱讀的理解 不曉得同學在做題目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就是 某一個考題 然後你會有兩個選項 然後模擬兩可沒有辦法決定 然後模擬兩可沒有辦法決定 你會怎麼做呢 是不是又去文章當中再讀一遍 再讀一遍然後再去找找看能不能確定答案 那再讀一遍其實都是時間 就會影響到後面你會寫不完 那其實有兩個選項模擬兩可 是因為有一個答 這個決定答案的關鍵字 同學不認得 那這個字你不認得 你再去文章中再讀 其實也沒有用 所以從這樣的解釋 同學應該可以知道說 如果想要考好多益測驗的閱讀的部分的話 單字量還是最最最根本最重要的 那其他的那個閱讀的題型的分析啦 或者是閱讀的這個技巧啊 解題的技巧 其實都是錦上添花 但是最根本的還是要累積自己的單字量 然後才能夠認得啊 那個考試設計的關鍵字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會寫我這本多益的單字書 以及今天來這邊給大家做直播 做說明的原因 希望同學呢 可以透過累積單字 累積實例 然後在多益的閱讀才能有所進步 那在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提醒大家 在我們這個直播的過程當中 大家如果按讚 然後分享我們這個直播的影片 我們會抽獎送書喔 所以趕快按讚分享喔 那我們就要開始進入正題囉 所以同學準備好進入上課的狀態了嗎 我們來看 首先 首先第一個 好首先第一個字群 第一個組成呢 就是這個單字叫 Expedite 我現在要做一個 很奇怪的要求 就是請同學呢 跟我唸一下這個字 這個字叫Expedite 那你現在是不是在掙扎 要不要唸呢 不要掙扎了 就唸出來 那如果你現在所處的位置是不方便的 那就請你在心裡面 這樣喔 那Expedite這個字呢 它的中文是史加速史加快 那這個字在多益測驗當中 出現的頻率並不是那麼的高 但是經驗上呢 它每次出現 其實都是決定答案的關鍵字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把這個字收在書裡面 也把這個字拿來跟同學介紹 那首先我們先看看這個字呢 在測驗裡面會怎麼出現 請看這個例子 There is an additional charge of $5 if you require expedited service 那這個expedited service 就是數件的服務的意思 那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需要數件的服務 我們需要額外的收費 收5塊錢美金 這個是在題目當中會出現的方式 那什麼記憶這個字呢 我們來看看記憶的方式 首先請同學看看這裡 這個expedite這個字 其實它的同意字就是speed up 加速 但是同學有沒有發現這裡 xped 這裡是sped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相似之處呢 那他們的相似之處在哪裡 其實就是這個子音x跟這個子音s 是可以互換的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互換呢 其實同學先聽我聽一下 這個是x 這個是s 你感受一下他們的發音像不像呢 所以他們的發音位置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在記憶單字的時候 它是可以轉換來通過來聯想 來記憶單字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x跟s 轉換的其他的翻譯 首先這個字expans 它叫做花費 那你知道嗎 它的比較簡單的同意字呢 叫spending 也是花費的意思 那請同學在聽我唸這兩個字 你感覺它像不像呢 expans spending 都是花費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兩個例子 記得x跟s 是可以互換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其他的例子 這個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字呢 叫做example 這個是範例 那同學這個下面這個字sample 它是要給客人看的樣品 如果你願意跟我一樣這樣子多念念 我念給同學聽喔 example sample example sample 你不用背 就會記得x跟s 是可以轉換的 那當你記得x跟x是可以轉換的 好處在哪裡呢 我們再看看下面 同學這邊有三個單字 那你覺得你最熟悉的是哪一個呢 我猜應該是第一個單字叫max 最大的 那如果你知道這個x跟這個s 是可以轉換的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記得 下面這兩個字mass 叫大量 massive 是大量的 是不是很容易呢 這就是你知道x跟s 可以轉換的好處喔 那你知道這兩個子音可以轉換的好處在考題當中會怎麼做呈現呢 我們來看看下面的例子 這邊有一個正式的考題的演練 那我這邊設計的四個選項呢 其實都是很難的字 所以同學這四個選項呢 你可能都不太認得 那你有沒有能力利用這個上下文 還有利用這個語音的轉換把答案猜出來呢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活動是最先答對這個題目的人 可以得到我們的一本書 所以請同學趕快搶先做答答案是哪一個呢 答案是ABCD呢 好 第一個答對的同學叫王子恆 我們等一下會有人跟您聯絡然後負責送書的事宜 恭喜你答對了 答案是B哦 那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這麼容易就可以猜出答案是B 我們來看看這個句子 這個空格 Service will be processed 這個服務呢將會被處理 然後within 24 hours在24小時之內 然後會有一個additional charge of $10 會有一個額外的收費收10塊錢 那我們從這個within 24 hours 我們可以猜出這個服務呢 應該是快速的服務 就是24小時之內要處理 那假設這四個選項呢 同學都不太熟悉 你會不會依稀想過 好像看過Jumbo直播 然後好像這個X跟S可以換 然後就突然想出來這個XPED 其實就是speed速度呢 然後最後你就答對了這一題的答案是B呢 這就是懂得語音轉換 會有能力在上下文可以猜出意思這樣的好處 那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頁 好剛剛呢 語音的轉換呢能夠幫助同學記得expertize這個字呢 是加速的意思 可是同學如果想要記得更多延伸的單字的話 你就必須要了解字源的分析 所謂字源分析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叫自首自根 那我們來看看expertize這個字的字源分析 首先呢這個自首EX是OUT的意思 然後呢這個PED這個字根呢是腳的意思 所以你知道嗎 expertize這個字呢就是你的腳步呢大步的跨出去 那腳步大步的跨出去是不是速度就會變快呢 所以這樣就比較能夠記得expertize的意思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自根的分析 首先這個PED這個自根是腳 那我想跟同學說的是 如果你用背的 然後這個PED是腳 你可以記得 但是是短期的 那因為常見的自首自根呢也有好幾百個 所以當你在學習自首自根達到一定的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哇越來越難記了 因為要記的自首自根越來越多了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有方法用轉換的用聯想的 你就不需要所有的自首自根都用死背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轉換的聯想 首先這個PED是Phi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這個子音P可以轉換成F 如果你知道這個子音D可以轉換成T 那你就可以很輕鬆的記得PED是腳的意思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換呢 你會不會覺得老師在亂換 其實不是喔 這種語音的轉換呢 其實廣泛的出現在各種語言當中 那用最籠統的方式講呢 就是P跟F發音位置相近 發音位置相近是可以轉換的 再來D跟T發音位置相近 所以發音位置相近的子音是可以轉換的 那我們透過一些例子來跟同學說明 你比較容易記得這種語音轉換 首先大家都很熟悉 爺爺呢英文叫做Grandfather 可是你知道嗎 Grandfather爺爺的簡稱怎麼念呢 叫Grandpa 所以你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知道 Grandfather Grandpa 你有沒有發現F變成P了呢 再來我們再利用另外一個大家很熟悉的例子 就是這個字叫做電話 那電話的唸法叫做Phone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PH發的音是發F的音呢 所以透過這些例子同學能不能記得P跟F是可以轉換的呢 那我們再看看下面的例子 好的 接下來要跟同學講的是D跟T轉換的例子 首先這個字大家都很熟悉叫做學生 那他怎麼唸呢 請聽我唸他唸student student 那小時候老師有沒有教過大家 就是這個T啊 在S的後面他會發什麼音 他會發D的音 所以這個字唸的是student 他不是student 對吧 再來這個字大家很熟悉叫研究 他也是T在S的後面 他也發D的音 所以這個字唸study 而不是study 是吧 所以由這個例子也可以知道 這個D跟T的轉換 那當大家呢透過這些例子呢 可以記得P跟F轉換 然後D呢跟T轉換 你是不是不用背就可以記得PED是feet 腳的意思呢 那當你記得PED是腳的意思 而且是長期的記得 以後都不會忘 就算忘記還是可以想起來的話 那你就有辦法再來記下面這些延伸的單字 我們來看看下面延伸的單字 首先第一個PEDD PEDD它是踏板的意思 它其實就是我們腳踩的地方 譬如說這個腳踏車的踏板 或者是如果你會彈鋼琴的話 那個鋼琴也有踏板 那腳踩的地方都叫踏板 那現在你就不用背啦 為什麼因為你知道PED是什麼意思 是腳的意思 所以PEDD其實就是腳踩的地方啊 叫踏板 那這邊有兩個最常聽到的例子 第一個叫Gas Paddle Gas Paddle是開車的油門踏板 第二個是Braid Paddle Braid Paddle是煞車的踏板 那這兩個踏板為什麼會重要呢 因為如果你把Gas Paddle搞成Braid Paddle 或者把Braid Paddle搞成Gas Paddle 你就是馬路的三包囉 這樣知道嗎 所以這兩個是很重要的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個例子 這個字呢Peddle它是雕像的底座 或者是花瓶的底座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它的字源 首先PED是腳 現在同學應該有點熟悉了 比較重要的是這個STAL這個字根呢 它其實是STAND站的意思 所以Peddle這個字就是雕像站的地方 所以它叫做底座 這樣有沒有很好記呢 我們先看看這個例子喔 首先 I put the vase carefully on its pedestal 我把這個花瓶呢 很小心的放在它的底座上 這個是它的用法 那為什麼剛剛呢 我可以把這個STAL換成這個STAND呢 為什麼呢 不要用背的 我們用例子來幫你 首先 同學STAND這個字當動詞是站 可是你知道嗎 它當名詞是攤位的意思 然後就這麼巧 這個STAL是它的同意字 也叫攤位 所以請同學用這兩個同意字來記憶 這個N跟這個L是可以轉換的 那關於N跟L轉換 我用一個最簡單 而且大家最親切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母語 我們的母語 請同學看一下這個字 OK 這個字我們的國語怎麼念呢 國語念 國語念你 對吧 那請問這個字台語怎麼念呢 台語是不是我愛你 對吧 好 所以我念給同學聽喔 我愛你 然後我愛你 所以從這個國台語當中的轉換 同學就可以記得 我相信你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忘 就是N跟什麼可以換 N跟L可以換 那當你記得N跟L可以換 哇好處很多 第一個 你很輕易就記得這兩個是同一字 STAND跟STAR 第二個 你可以很輕易的記得這個字跟STAR 就是STAND的意思 然後就可以連結到這個是雕像站的地方 也就是底座了 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一頁 好 來 那 首先我來看看大家有沒有問題喔 來 同學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趁現在提出來喔 喔 大家都在回答 大家都在回答剛剛的那個 剛剛的那個 抽獎的問答 好 同學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同步提出來喔 好嗎 那現在我們再來介紹這個下一個單字 這個單字呢是多一的高分關鍵單字喔 它叫做PEDESTRIAN PEDESTRIAN是行人的意思 那記得它的話多一的話可能就可以多加個幾分喔 那怎麼辦呢怎麼記得它 好首先第一個 這個PED是腳 這個我們剛剛說過了 再來第二個這個STRI 同學如果知道把這個STRI轉成這個Street 街道 最後 再跟同學說一下這個字為AN 其實是人的意思 我舉兩個最簡單的例子 第一個是 音樂家 音樂家他念 musician 第二個是魔術師 魔術師他念的是 magician 所以同學應該可以記得這個字為AN是人 所以透過這個字圓分析的話 同學應該就可以知道 PEDESTRIAN這個字呢 是用腳在街上走路的人 用腳在街上走路的人 也就是行人了 我們先看看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 Card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pedestrian zone 他說汽車呢 是不被允許進入這個行人徒步區的 所以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記得這個字呢 行人 好的 那為什麼 同學有沒有很好奇啊 剛剛我把這個S-T-R-I 把它轉成Street S-T-R-E-E-T 為什麼可以這樣轉呢 為什麼可以這樣聯想呢 是不是我在亂轉呢 所以要有一些證明給同學看 那首先要提醒同學 同學在記憶單字在聯想的時候 要記得母音是可以轉換的 母音是可以轉換的 那為什麼母音可以轉換呢 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首先 小時候同學應該都有背過那個動詞的三態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Sing是唱歌 它的過去是叫Sing 有同學問說等一下還會有抽獎問答嗎 等一下還會有啊 還會有練習題給同學猜答案 然後送書 對所以請同學呢 繼續跟著我看下去 然後繼續專心的聽喔 那剛剛呢 剛剛這個Sing呢 是唱歌的意思 它的過去是Sing 它的過去分詞是Sing 所以我唸給同學聽 Sing,Sing,Sing,Song 所以你發現什麼不一樣呢 是不是母音不一樣呢 再來第二個例子 同學這個Blood它是名詞 血液 那如果它的動詞呢 叫Blood 所以你看這個名詞跟動詞之間的差異 是什麼變的呢 是母音變的 最後這個例子大家也很熟悉 Foot是一隻腳 Feet是兩隻腳 複數 所以你看這個Foot就變成F-E-E-T了 所以由這些例子 同學可不可以記得母音是可以轉換的呢 那如果你記得母音是可以轉換 我們來看看上面這一頁 你就可以像我一樣看到這個Street 把它轉換成Street 然後用這個接到 用腳在接到上走的人 來記憶這個字行人叫Pedestrian 好 那我們來看看下面這個字 下面這個字是多一個比較高分的單字 也就是它出現的頻率比較低 那但是比較低頻比較難的字 就是想要高分的人要會囉 那來我們來看看這個字Expedition 它叫遠征探險 我們先看看它在句子中會怎麼使用 請看 They are prepared to go on an expedition to the South Pole 這個South Pole是南極的意思 所以他們已經準備好要去參加一個前往南極的遠征隊 探險隊 那這個字呢是遠征探險 我們來看看它的分析 首先字首Ex 它是out的意思 那這個Ped呢 現在同學都認得是腳的意思 所以Expedition這個字就是跨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這樣有沒有很好記呢 那我怕同學呢有沒有看太久啊太無聊了 所以請你我又要求你跟我唸一下了 這個字唸 這個字唸 Expedition Expedition 我們來看下一個字 喔這個字呢叫做百科全書 請同學先聽我唸叫 Encyclopedia Encyclopedia 那為什麼它叫百科全書呢 我們來看看字緣分析 首先這個Cyclo 這個字根呢就是Circle 那同學在記憶字根的時候 有時候並不完全都是用背的 有時候要用聲音去感受 所以這是為什麼強調 學英文一定要常常開口唸的原因 我唸給同學聽喔 Cyclo Circle 像不像 其實Cyclo跟Circle 就跟我剛剛說的母音轉換有關係 就是Cyclo Circle 換母音 就變Circle了 所以Circle是繞圈圈 然後這個PED呢是腳的意思 同學現在很熟了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Encyclopedia呢 其實就是用腳 繞地球走一圈 它其實就是意思 你讀了這本書之後 彷彿啊就繞了地球走一圈 什麼都知道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喔 這個例子是 Wikipedia is an online encyclopedia 那維基百科呢 是一本線上的百科全書 那維基百科大家都知道 那我想跟同學講一個觀念 就是這樣 這個維基百科啊 它當初在取名字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用一個Wiki這個聲音呢 然後再加上Encyclopedia 這個後面的這個部分呢 就組成了一個新的單字當品牌的名稱叫Wikipedia 那這種現象呢 在英文當中其實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同學要多多透過這種例子呢 去培養這個組合字 還有拆字的能力 就是把字組合起來 不同的字組合起來造成一個新的字 或者是把一個單字拆開的能力 那你就會有更多聯想記憶單字的能力喔 最後 如果你願意像我這樣多念英文的話 我念給你聽喔 請注意聽 Wikipedia is an online encyclopedia Wikipedia is an encyclopedia Wikipedia is an encyclopedia 這樣子 這樣子學英文你想忘記都很難 所以下次你再看到Encyclopedia 你一定會想起Wikipedia的 請相信我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單字 喔 這一個字算是比較難一點點的字 這個字呢 impeat 叫做妨礙 或者是阻礙 那它並不是那麼常見 所以同學呢 希望下次你看到它的時候 是可以猜得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下次你看到它的時候 我相信你應該是可以想起來 PED是腳的意思 然後再加上這個字首 im它其實是否定的字首 所以這個字impeat 其實就是讓你沒有腳 也就是把你的腳綁住 把你的腳綁住呢 你就沒有辦法走路了 所以隱身的意思就叫妨礙或阻礙 那同學看一下這個例子喔 他說 the mission to rescue the climbers was 怎麼樣by the bad weather 首先climber呢 是登山的人 然後這個rescue呢 是救援 拯救的意思 然後這個mission呢 是任務 所以整句話的意思是 救援 這些登山客的任務呢 受到這個 惡劣的天氣的什麼 答案是impeated 就是受到阻礙了 OK 那希望下次同學看到這個字啊 是能夠猜出來的 好 我們再看 喔 最後 我們的這個猜題啊 猜題送書的這個時段又來了喔 請同學注意喔 那 現在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這個題目 tourists 游客 觀光客 are walking and shopping around the 什麼 zone 他說游客呢 正在散步 然後在逛街 然後呢 是在這個什麼區的附近 那假設呢 同學呢 這四個字呢 都沒有很熟悉 technician artisan civilian 還有這個pedestrian 都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被過忘記了 你有沒有辦法在這個題目當中 猜出答案呢 喔 我們來看看 首先猜出來的是誰 最先回答的是 最先回答的是 王成瑜 OK 之後我們的工作人員 也會跟你聯絡 好 送出我的這個多一的單字書 謝謝你喔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呢 假設這個pedestrian 過了很久 然後你忘記了 想不起來 依稀有印象在哪裡學過 然後呢 你就在想說 這個題目有一個走路 然後那個 那個誰啊 jumbo好像說過 這個p呢 跟誰可以換 跟f可以換 然後那個d呢 跟誰可以換 d跟t可以換 然後再來呢 那個母音可以換 所以這個e呢 就換成兩個e 然後就想起來說 啊這個pedestrian 是跟腳有關啦 所以答案就選第四個 你知道嗎 你就答對了 這就是為什麼有自根能力 有這個語音轉換的能力 在答題的時候 會佔一些優勢 好 希望同學有感受到 培養這種能力的好處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下一組單字囉 好 下一組單字呢 也是多一的高分關鍵單字 為什麼 因為這一組單字都跟錢有關 然後跟職場有關 所以因為多一測驗它的範圍其實是在職場裡面會發生的英文 所以在職場裡面的話 這一組字就是很重要的字 首先第一個字 我又要請你給我唸一下 它唸compensate compensate 它叫補償或賠償 那這個字呢 一樣它在多一測驗當中出現的頻率也沒有非常的高 但是經驗上它每次出現都是決定答案的關鍵字 所以我要把它收進來提醒大家 那經過字緣分析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這個字首com 它是all together的意思 然後這個字跟pns 它是付錢的意思 所以compensate這個字呢 就是把錢全部付還給你 所以翻譯就是補償或者是賠償囉 我們先看看這個例句 首先 nothing can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health 他說沒有任何事情是能夠彌補你失去健康的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compensate在句子裡面會這樣使用 那我要現在要跟同學介紹啊 這個字跟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字跟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pns跟pnd 這兩個字跟 它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hand叫做懸掛 第二個意思是way叫做称重 第三個意思是pay叫做付錢 那現在有一些同學心裡就想了 他說老師你剛剛說那個常見的字首字跟也有好幾百個 然後如果一個字跟又有三個意思 那好幾百個再乘以三個 那不就變好幾千個要記 所以沒有辦法全部都用背的一定要有一些連結 這個連結就是這裡 請看 請看這個圖 同學這個圖是一個這個圖是一個什麼呢 這個圖是一個天秤有看到嗎 對所以請同學呢利用這個天秤把剛剛這三個意思串連起來 那就不用用記憶不用死背了 所以同學你看喔 我們這個天秤呢是用來秤重的 沒錯吧 那我們在天秤秤重的時候是不是要懸掛法碼上去 然後去看那些法碼總共重量有多少呢 對吧 然後最後呢請問一下你在菜市場買完東西 然後趁不是趁完重以後要幹嘛 要付錢啊 你總不能還沒付錢就把人家菜拿走了吧 所以請同學呢用這個天秤來記憶這三個意思 懸掛法碼 秤重 付錢 我現在考考你啊 你記不記得豬啊 那三個意思不要偷看 懸掛法碼 秤重 付錢 可以嗎 那我要換下一頁囉 好 那如果你記得懸掛法碼 秤重 跟付錢 好處在哪裡呢 好處就是這個多一的高分關鍵單字 你下次就可以猜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他說 police officer and firefighters should receive high 什麼 for the danger of their work 他說警察跟消防隊員呢 應該要能夠得到很高的什麼 原因是他們的工作非常危險 那透過這個上下文呢 我們大概可以猜出來 這個警察跟這個消防隊員應該要得到高的報酬 因為他們的工作有危險性 所以那個專業的說法叫做危險加急 同學有聽過嗎 那如果你知道這邊空格要填報酬 那你就會知道這個空格會是這個字叫compensation 然後這個compensation提醒同學 他主要是在美國美式用法 在美國的話他會有薪水跟酬勞的意思 所以他其實就等於這個字叫大家很熟悉的pay 那你會想說差在哪裡 我想跟同學說compensation跟pay是同一字 你光看他們的長度就知道他們差在哪 所以這個pay呢一定是比較輕鬆的時候用 然後這個compensation呢就會是什麼時候用 比較正式的時候用 那這樣子你就可以分出同一字的差別囉 OK 喔我現在要考同學 我怕你忘記了 剛剛有一個天秤還記得嗎 哪三個意思 第一個是懸掛法碼 第二個是乘重 第三個是付錢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字 喔我們的這個猜題送書的時段又來囉 同學準備好了嗎 這一題 我們已經準備好要提供豐厚的 這個generous是豐厚的 豐厚的什麼呢 來尋找一個插圖畫家 這個illustrator是插圖畫家 來為我們這本書畫插圖 那假設我這邊有四個選項 都是不太熟的字 而且很像 conservation combination compensation commendation 同學有沒有辦法在這樣的題目當中猜出答案呢 我們來看看誰最先猜出答案 好 正確答案是C喔 第一個答對的是這個同學叫 Hong Yi Wen Hong Yi Wen Hong Yi Wen OK 那我們一樣我們工作人員會跟這個同學聯絡 然後到時候進行送書的事宜喔 哇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 我們剛剛說了 我們準備好要提供豐厚的什麼 來尋找這個插圖畫家幫我們這個書畫畫 好 那同學我們要找插圖畫家來幫我們畫畫 是不是要提供酬勞呢 那假設這四個選項你都不太熟 然後你是不是一樣 E-C好像有學過 這個 這個P-E-N-S P-E-N-S 這個字根呢 好像是什麼意思 好像是Pay的意思 付錢 所以你就可以猜出這個題目的答案是第三個 compensation 這就是懂字根的好處喔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我們來看一些延伸的單字 首先 這個字append 它是附加的意思 那現在同學對字根有一定的熟悉度了 要記延伸的單字 我相信就非常容易了 來我們來看看這個字首AP呢 它是to的意思 也就是去 然後這個pnd呢 是hand 懸掛的意思 所以append這個字 其實就我們剛剛說的天秤 掛法碼上去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例句 它說 a new term was appended to the contract 這個term呢 是合約裡面的條款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翻譯是 有一個新的條款 會被加進去 附加在這個合約當中 append是掛上去 可以嗎 我們看看下一個單字 好這個字也是多意的高分單字 叫expanditure 首先一樣我要請同學跟我念念看 感受一下 因為為什麼 因為expanditure的同一字就是比較簡單的這個字 叫expans 還有更簡單的這個字叫spending 那如果你願意多念一下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背的 請聽 expanditure expense spending 像不像呢 所以這些同一字呢 它在念起來都有一定的相像之處 那這三個字呢都叫開銷支出 最簡單的是spending 中等的是expense 最高階的是expanditure 那我們來看字緣分析 自首ex呢是out的意思 然後這個pend呢現在很熟是pay 付錢 所以expanditure就是付出去的錢 所以叫做開銷支出 我們來看看它會怎麼樣在句子當中使用 the city plans to increase expenditure on health insurance 他說市政府現在計畫呢要增加這個開銷支出呢 在哪裡呢 在健康保險方面 好 接下來這個字 喔這個字也是多億的重點單字喔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pension叫做退休金 那同學現在應該不用背了 因為已經知道pens是pay的意思 所以pension這個字呢就是每個月付給你的錢 那同學會不會直播完了就把這些字忘掉呢 有可能 因為看過單字就記得那不叫能力 那叫超能力 所以同學如果看過這些字忘記沒關係 請你一定要記得是我跟你說的那個天品 然後請你一定要記得是這個pens呢 有付錢的意思 那麼之後你就有可能有這個能力 在這個句子當中把意思猜出來 請看這個句子 many people now live on a small pension 他說很多人呢現在呢都以這個為生 這個live on是以省為生 然後small是小小的微薄的 那這個pension呢即便你想不起來它是退休金 你只要知道它跟錢有關 其實這個句子就可以懂了 這就是懂自首自根的好處喔 ok 好我們再來看下面一個字 喔這個字呢 suspend它是暫時的終止的意思 我們先看例句 然後再來告訴同學怎麼寄 請看這個例句 他說the CEO has decided to suspend production of the new car 他說這個執行長呢已經決定要暫時終止生產這個新車 所以同學從這個例子來看 應該會發現suspend這個字呢 其實也是蠻重要會用到的 那怎麼寄這個字呢 要提醒同學這個字 字首sus它其實是這個sub的變形 所以同學以後如果看到字首是sus 你可以想起來它其實是sub 為什麼因為sub大家比較熟 sub就是在下面的意思 因為地鐵叫subway這個大家比較知道 所以這個是在下面 然後這個pend呢是懸掛的意思 所以suspend其實就是懸掛在下面 然後從懸掛在下面呢 就是懸而未決 還沒有確定的意思 還沒有確定呢 就引稱為暫時的終止喔 ok 好 一樣我們稍微呢 稍微停一下下 然後看看同學呢 有沒有其他有沒有問題要提出來 還是大家其實好像都比較沒有問題 都是搶著要回答那個送書的答案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 consensus 喔 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有同學問到這個 我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有同學問到這個字叫 然後consensus OK consensus這個字呢 叫做共識 就是我們呢 開會達成的共識 然後 回到剛剛上一頁跟同學說明 同學的問題是這個 consensus 這個sus 也是在下面的意思嗎 提醒同學不是喔 因為我剛剛有跟同學說 這個sus它是一個自首 對它是一個自首 所以它在自首呢 它會是這個sub的意思 在下面 所以 consensus的這個sus 並不是在下面的意思喔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好 我們再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喔 assus 好 真的是很有創意的問題 那個同學問這個 assus assus 這可能要這個打電話去那個 華碩公司有沒有 問一下他們在創立這個品牌的時候 對 不過我還是有東西可以跟同學回答 assus它是一個品牌啦 然後這個sus 它其實不是所謂的自首自根啦 但是有一個有一個含義 我可以跟同學說一下 就是這個自首A 它常常帶有尖銳的意思 因為你從它的字型來看 它的字型是不是就是尖尖的啊 所以它帶有尖銳啊 卓越啊 超越啊 的意思 為什麼呢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給同學看 那個assus是華碩嘛 那你知道另外一家做電腦的叫什麼 另外一家做電腦的叫宏基 宏基叫什麼呢 宏基叫Acer 所以你看宏基的Acer它還是取這個A 它有尖銳啊 卓越啊 厲害的意思 更不用說同學在玩那個撲克牌的時候 同學你在玩撲克牌的時候 撲克牌的第一張叫什麼 撲克牌的第一張叫 Ace 有嗎 所以Ace其實就是第一張 然後就是王牌的意思 OK 好 好 我們看看還有其他問題嗎 喔 有同學問sustain OK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對 好 我們來看看 有同學問到sustain也是嗎 我先把這個字寫出來給同學看 好 好 這個 好 現在暫時沒有辦法寫出來 直播就是有這個好處 就是 對 非常真實 對 好 謝謝 我們有 我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隱形的超人 對 所以是在這邊幫我們排解問題 對 好 同學問到這個字叫sustain這個字 的確sustain這個字就是相關聯的字了 首先跟同學說sustain這個字呢 叫做支撐 支撐支持 那為什麼它是支撐支持呢 因為這個tain呢 是hold住的意思 握住 然後呢 這個字首sus就跟剛剛這個sus 是一樣的意思 在下面 所以sustain呢 其實就是在下面 然後撐住的意思 所以sustain就是支撐 那如果同學現在開始會聯想這個字首之根 就代表你進步了 你開始在聯想 而不是說每個單字拿來就背 開始會想說 啊 那個sustain會不會跟老師講的這個sustain有關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 請同學繼續保持這種思考的能力 好 我們來看看下一個 下一個字群 這個字群也是非常重要的字群 每個字群都很重要 沒有哪個字群我會說不重要的這樣 那這個字叫innovate innovate是創新 同學也知道在這個科技業啊 創新是非常關鍵的 因為在科技業如果你沒有創新的話 可能很快就被淘汰 那我們來看看字圓的分析 首先 字首in呢 它其實是一個動詞的字首 make 然後呢這個nov這個字根呢 就是new 新的意思 所以 innovate這個單字呢 就是做出新的東西 所以叫創新 我們來看看它怎麼樣在句子裡被使用 we must we must constantly innovate to ensure success in the global market 我們必須要持續不斷的 constantly 創新 然後才能夠確保insure 然後在全球市場的成功 這樣 所以innovate你看得出來這個句子呢 是非常好的句子 那在句子當中使用創新 那我們來看怎麼記憶這個字群呢 如果剛剛跟同學說的 如果你用被的 n 你用被的 然後呢 nov 是new 不難 可以記得 但是一樣就是如果在自首自根 累積的量比較大以後 可能就會忘記 所以一樣喔 有沒有方法不要用被的呢 首先同學看一下 這個是nov 這個是new 還記得嗎 我剛剛跟同學說了什麼可以換 母音可以換 還記得喔 再來請看這裡 這裡是nov 這個是new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個v跟w的轉換呢 那如果你知道母音可以換 你知道v跟w可以換 你就不用背這個字群 而且是今生今世都不會忘記 那為什麼v跟w可以換呢 首先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講法就是 兩個v就是w 這個是他們字型的相像 可以嗎 那如果要用例子來說明的話呢 我們來看看這兩個例子 同學這個這個例子呢 vine這個字是比較難的字 它叫做葡萄藤蔓 因為我們一般人不會認得葡萄藤蔓 因為沒有在種葡萄 可是如果你知道這個v呢 跟w可以轉換 那這個wine呢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字 叫葡萄酒 所以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比較簡單的wine 來記得這個比較難的vine 而且順便也記得v跟w可以轉換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個例子 那這個字呢也是多於幾乎 不是高分關鍵單字 是幾乎是必考單字這樣 多於非常喜歡考這個翻心跟整修 那所以這個字一定要認得 而且要認得它怎麼用 那現在同學就不用背了 這個relevate叫翻心整修 你看這個字首re呢 它是again再一次的意思 然後這個nov呢 就是new 新的意思 所以這個字就是再一次讓它變新的 就變翻新了 我們看看它的例句的使用 這個這句話是 I renovated my old house and sold it at a profit 我呢整修我的舊房子 然後呢把它賣掉 然後去賺錢 好我們再看看下面單字 這個字呢多一會出現 會出現 然後是屬於比較少見的字 novice叫做新手新人 那我相信同學現在應該不用背它了 為什麼 因為你已經被我唠叨叨 看到v會想到什麼了 看到v會想到w了 所以下次你看到這個nov nob就會想起來它跟心有關 然後你再看看這個句子 是不是就比較容易猜出意思呢 請看 the computer software is designed for novous users 這個電腦軟體呢 是設計給什麼樣的使用者呢 這個nov 只要你還記得猜得出來它是new的話 所以就是給初學者使用的 這樣子有沒有很容易呢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單字 喔這個單字呢 是很多同學在學習英文的時候 會覺得很困擾 為什麼 因為novel呢 novel這個字 多數人認得的是當名詞 叫小說 可是它當形容詞呢 叫新奇的 所以同學如果背單字背一背 就覺得開始生氣了 為什麼 因為一個字有那麼多意思 誰記得完啊 所以如果一個字有很多意思的話 通常就代表它不可能用記的 它一定有一些關聯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關聯找出來 那這個關聯就是 你看這個nov呢 其實就是new的意思 所以這個novel當形容詞就是新奇的 那你知道嗎 它的英文的解釋叫new and unusual 就是新而且很特別 很不尋常 那我現在要示範一個東西啊 是同學比較少感受的 因為同學如果說學英文 都是用背單字的方式的人 就比較少感受到 那我現在要讓你感受 以後你就會知道 學英文應該怎麼學了 請聽喔 novel 因為不平常 novel 因為不平常 novel 因為不平常 你有沒有感受到什麼呢 就是novel其實念起來就很像什麼 很像new and unusual 為什麼 因為new and unusual 其實就是novel的家常版 這就是他們 語言當中 字跟字當中的連結 那這種 你要感受到這種連結 需要兩種能力 第一種 你很常在念英文 第二種 你要想辦法把英文再念快一點 像我這樣 new and unusual new and unusual new and unusual novel 這就是語感 然後這個語感 就會讓你呢 計單字呢 會比較很輕鬆 而且你還說不出為什麼 我們來看看這個字 在句子裡怎麼使用 the development team has come up with a novel solution 這個研發團隊呢 已經想出了一個很新奇的解決方案 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這個也是會出現在多餘的句子當中 很新奇的解決方案 你可不要看成他們想出了一本小說哦 這個很重要哦 好接下來又到了我們這個考題演練 然後猜答案送書了 我先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題目 他說 we must constantly 我們必須要持續不斷的怎麼樣 to manufacture new and unique products 能夠生產新的 然後獨特的商品 來確保這個市場上的成功 那這邊有四個選項 innovate initiate imitate intimate 光是我看這四個選項 我都演話撩亂實在有夠像的 innovate initiate imitate intimate 但是沒關係 同學如果你有發現題目裡面 它有生產製造出新的產品 你就會知道這個字的意思 可能會跟新有關 再加上請答應我以後看到NOV 會想到誰呢 會想到NEW 那這個題目你就可以猜出來答案是AO innovate 即便你忘記它叫創新 你只知道它跟新有關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是誰最先答對這一題哦 好 最先答對這一題的同學叫HANA U 對吧 HANA U 好 我們這個工作人員也會跟你聯絡喔 來送出我的書 那最後呢 好 最後是看看同學呢 在學習這個英文 還有在準備多一測驗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剛剛的講解過程中 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趁這個時間提出來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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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就是說 大家速度都用標的 我才剛看到題目 一排答案都跑出來了 沒辦法啊 這種東西就是要搶答啊 抱歉喔 有同學提問說 Term這個字 在讀影片通常有什麼意思 我跟同學稍微說明一下 Term這個字呢 在多語裡面主要有三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 我們剛剛跟同學介紹的那個 合約裡面的條款 還記得嗎 合約裡面的條款叫Term 第二個意思呢 是專業領域的術語 專業領域的術語也叫Term 其實它是那個 一個比較長的字叫Terminology的縮寫 叫Term 然後第三個意思呢 是在學校裡面 在學校裡面的話 Term呢是一段時間 所以同學應該知道 其中考 在英文怎麼講 其中考叫Mid Term 所以那個Term可以是一段時間 也可以是這個學校的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叫一個Term 所以Mid Term就是在學期中間 這樣回答可以嗎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呢 好 歡迎同學再提問題出來喔 有同學回答對了 就是那個Term也可以當期間 但是我剛剛有跟同學說 就是他可以當專業的術語喔 那在等同學這個提問的時候 我再幫同學做一下今天的最重要的重點的複習喔 今天你不能忘記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是PED 是什麼意思 PED是 角的意思 還記得嗎 然後記得這個P跟什麼可以換 跟F可以換 再來D跟什麼可以換 跟T可以換 這個一定要記得 所以以後你就是靠這個去把意思猜出來的 再來第二個組合還記得是什麼嗎 第二個組合是天平 那天平有三個意思 哪三個意思呢 第一個是懸掛 第二個是秤重 第三個是付錢 還記得齁 再來第三個組合就是我們這一組 就是NOV 要想到什麼 要想到NEW喔 那一輩子都不會忘的關鍵就是看到V 要想到誰呢 要想到W喔 那如果你記得這三個關鍵 然後再去複習其他的延伸連結的話 你以後的單字的累積就會是網狀的累積 就不是一個字一個字背了 而是一群一群去記 而且是有辦法想起來的這樣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其他問題 有同學問到那個rookie跟novus哪一個考試會考 我可以直接跟同學說rookie應該不會出現在考試中 因為rookie是比較口語的用法 比較非正式的用法 他用在那個棒球場上運動場上 那因為多異的話他稍微比較不會用那麼太輕鬆 或者是太禮語的用法 所以在多異裡面會出現的新手 就是我剛剛教同學的novus 然後或者是beginner 或者是new recruit 比較不會出現rookie 這個是同學的提問 有同學問到suspect suspect嫌犯 很好的問題 好 同學問到這個字suspect 我在想這個同學應該跟我一樣 有看那個csi看很多 所以他的資料庫裡面就有這個字叫做嫌犯 同學suspect這個字根呢 沒錯這個字首sus 一樣是under看下面的意思 然後這個spect呢 其實就是看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字叫嫌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做虧心事的人 他的眼睛都不敢看前面 他的眼睛會看哪裡 會看下面 就像我現在這樣 你看 這樣有沒有很像嫌犯 這樣 所以suspect其實就是看下面 所以他是嫌犯的意思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感謝同學的提問 好 還有嗎 support support也有關聯 不過我講的同學可能會 好 support 大家都知道是支持 好 那我們可以來認識一下 同學這個sup sup 的確也是在下面的意思 然後呢 這個port呢 是攜帶拿著的意思 所以support這個字的意思 其實跟剛剛那個字的意思很像 剛剛那個字叫sustain 還記得嗎 sustain sustain也是支撐的意思 所以support跟sustain 其實都是在下面 你在下面 然後把它撐住 抓住握住的意思 所以同學順便可以記得sustain 其實意思很接近support 好 好 我們最後再回答兩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 現在是開智慧課 這個這個這個好像不是跟我們的這個主題 比較沒有 我們回答跟主題比較相關的 有同學問母音互換有規律可選嗎 很好的問題 我想跟同學講 母音互換是毫無規律 就是你愛怎麼換就怎麼換 然後母音互換呢 其實不只是存在在英文 它是存在在各種語言當中 所以讓同學說明一下 我們用這個字來說明好了 那希望以後呢 同學就不要去考慮那個母音互換的規律 而是你想怎麼換就怎麼換 只要你能夠聯想到 它對你有幫助 它就是有用的 好 那我現在要請問同學這個字 豬 啊 我怎麼把它的那個念法說出來了 啊 洩題了 同學這個字 國語怎麼念 國語念豬 那台語怎麼念 台語念低 有嗎 所以你看國語念豬 台語念低 什麼不一樣 其實母音不一樣 而且就算是台語裡面 不同的腔調也有不同的母音喔 來 同學這個字呢 台語有人唸低 有人唸都 有發現嗎 所以在語言當中 這個母音的轉換是非常常見的 所以如果同學常常去累積這種母音的轉換的話 你就會發現怎麼講 就是見怪不怪了這樣 然後就不會少見多怪這樣 那其實也沒有規律可可循 請同學記得最後跟頭提醒同學 這個語音的轉換呢 其實就是母音都可以轉換 然後子音的話是發音相近的子音可以轉換 我們在接下來那個之後的兩次直播 我還會再多跟同學提到這些語音的轉換的例子 B跟P轉換的例子 好 稍微跟同學提一下 B跟P轉換的例子 我舉這個字 這個字應該多數人認得 這個叫做describe OK describe 那describe是描述或描寫的意思 那如果呢 它要轉成名詞的話 它會變成description description 請同學聽我唸喔 describe describe description 這就是B跟P的轉換 OK 喔 還有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 這個B跟P的轉換 讓同學可以了解 這個字也是大家都認得的字 這個字是花錢 請問它怎麼唸呢 它唸span的 那同學有沒有發現這個P呢 在S的後面它會發什麼音呢 它會發B的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喔 它唸span 而不是唸span 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 是B跟P的發音位置接近 第二個原因是 P呢 比較費力 然後這個S呢 是氣音也比較費力 所以你把S跟P 兩個連在一起唸 會非常費力 所以為了省力呢 這個P在S的後面 就會發B的音 就會比較好唸 所以你聽我唸span span span 就很輕鬆 如果你要唸span span 就很累 這樣有回答到同學的問題嗎 這也是B跟P轉換這樣 好 最後呢 因為剛剛有很多同學搶答喔 然後都有沒有 就沒有來不及這樣 所以最後提醒同學 麻煩你要按讚 然後加分享呢 我們最後最後 剛剛沒有抽到書的這個同學 就是有回答 然後沒有抽到書的同學 按讚加分享 我們再加碼再送五本書 然後是抽獎的這樣 所以請同學呢 趕快按讚分享 然後是我這本書 順便打一下書 工商服務時間 這本書叫多益高頻字群排名 跟記憶連結 所以裡面有這個多益的高頻的單字的排名 從最高頻率排到後面 還有我在裡面都會提供這個記憶的連結 幫同學呢 把它串連起來 而不是一個一個去背單字這樣 好 好 最後提醒同學啊 從現在開始啊 到4月30號為止 如果你來我們精英補習班報名喔 然後呢 你指定課程 然後說出這個優惠的折扣碼 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叫Jumbo的話 這個折扣碼 可以想團報價優惠喔 好嗎 趕快來報名喔 好那今天的直播時間就到了喔 我要跟同學說拜拜囉 希望下次同學還可以繼續鎖定 我們有繼續 還有其他更厲害的單字 要跟同學分享喔 謝謝拜拜